江少爺跟我們分享賓珠針這麼厲害 很害怕,我聽到三個字已經 我更加害怕,經常看到小熊書 有些新聞我更加認識 事源發生了什麼? 廣州賓珠跳故障遊客軟掉半鐘十分鐘 大家先幻想一下,十分鐘 首先先不要說掉半鐘十分鐘 我們在座有沒有人畏高?我畏高的 我就算走出露台 都害怕你 我都要伸到頭去的人 我沒有,我真的不敢玩 我沒有什麼畏高 你敢不敢玩? 我不敢 先從一個循序佔中 過山車敢不敢玩? 過山車以前小時候有玩 現在沒有玩 超過三十歲之後我都沒有玩 就沒有玩 沒錯 我玩,我自己想要 真的嗎? 沒有玩 但如果笨珠跳這麼激烈的東西 有想玩過 其實如果真的夠膽玩 真的要有勇氣 簡直是,跳過一下 我經常覺得 有些女老人家經常說 拿錢買辛苦 我經常永遠都是 這個比喻 拿錢買辛苦 我沒有想過笨珠跳 我最想玩的就是 空中跳下來開散 空中開散 明白明白 感覺上有人陪著你 因為你不是自己跳 你是有教練抱著你 這樣跳下來 這次去澳洲 本來都是想玩這些 我問我老公 你只要去玩 我不玩 那Honey有沒有玩? 沒有 很害怕 所以我們最後都是沒有玩 當然怎樣呢? 因為事發的遊樂園 為廣州花刀區 這個融創樂園 那個遊客所玩的 叫做花刀之聲的星空塔 裡面有12層高 50米 做一個笨珠跳 約45米 怎料有個支持人玩的時候 玩了大概十幾二十秒 忽然間從頂上 就卡住了 又不想 我最怕這些 不想不落 不想不落 這個人真的 你的人在半空中 不要管他有多高 一定是 你不夠高 你不會玩不夠刺激 當你不想不落 那時候 你心裡面 你一定不會很冷靜地說 頂點 不用怕 我們有工作人員 一定會看著我 你不會這樣想 怎麼辦 一定要從害怕的角度去想 當你用害怕的角度去想 這樣就死了 為什麼 你一定會想 那待會不會斷 你會怎樣掉下來 你會想很多很悲觀的事情 那個恐懼感 是更加害怕的 因為你延長了你的刺激性 你本來想著 溫珠心跳下來 最多不想玩就閉上眼 大陸會宣訴 不瞄就搞定 誰知不是 是10分鐘 對 10分鐘 然後 叫緊急救援 然後 到後來都成功 把遊客 救回一個安全的平台 沒事 救回他 但是這10分鐘 到日預練 簡直是 但是我想看看 她剛剛卡到下去 她坐的位置 首先她跳下來 她就不是滑腳 或者滑摩樂 她好像有個鮮鈔 這樣坐著 她坐著下去嗎 這樣坐著 她好像有個位置坐著 我覺得就好一點 如果你懶珠心 沒有東西坐 綁著雙腳 到處衝 真的搞定 是死的 我自己就 真的搞出人命 你有沒有玩過 不敢想 因為我是有跪高的 所以你叫我坐著 我都不行 我的腳軟 即是我賴尿也不奇怪 過山車也不行 不行 我兒子也不行 我試過剛剛 兒子 我和兒子在AIA 就選擇一個最小型的 以為這樣 兩三層 兩三層 都高到 但他的幅度也不是跨 兒子說想玩 就陪他玩 到玩的時候 我們兩隻都抱著自己 然後閉上眼睛 然後到時停了 才閉上眼睛 玩完了 誰知道 後來我再帶兒子去玩 一個兒童過山車 他只是繞一個圈 誰知道 當他上去了 我說爸爸真的不行 不行 你自己玩 到時 人家綁了安全帶 開始的時候 兒子忽然大叫 不行了我不玩了 我不玩了 然後我馬上叫那個 你知道那時候AIA 那些工作人員 都是一些外籍人士操作人員 我都馬上叫他停止 停 然後他說什麼事停 我怕他聽不到 按了按鈕很嚴重 因為他準備開始了 他說不行 後面的小朋友說 不可以玩下去 立刻就停了去 把兒子跳下來 那時候給了錢 都說算了 不玩了 他真的受不了 有時候你克服不了 其實很恐怖 而且你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我也是有個經驗 當時我和媽媽一起玩 他就是看到 最怕什麼玩過山車 你就怕反過來 轉個圈 沒有反過來 沒有反過來 不怕 醫著山上上下下 我媽媽說 好我陪你玩 誰知道下來 玩完之後 臉都青了 然後他說 很害怕 然後我說 對呀 很害怕 我想著我媽媽陪我 好像你那樣陪著兒子 沒事了 但因為他想不重要 他下那一刻的離心力 其實都是很厲害的 所以我就是這個 下那一刻的離心力 你還閉上眼睛 看不到 其實你最怕是哪個位 你過山車上到頂的時候 去到一望無際 那個感覺 最怕 然後你看到四邊沒有東西 著力 再準備衝下去 其實最頂的幾秒 就是最怕的 一你衝下去 合上眼睛就算了 對 我還有阿彭靖的感覺 當時我懶惰的 當時東京的迪士尼 跟朋友去 我找到一個 室內大的過山車 我一定不會玩 有一個火山過山車 在室內 咦?小朋友排隊 這個安全 這個安全 應該 誰知道 又是乱吐 入到裡面 瘋了 因為它關燈了 你更害怕 它拖到你 頭都找不到目標 然後 旁邊的燈光在後面射 到處走 玩完之後 我簡直是倒閉 暈倒 然後我以後沒有教我 以後沒有教我 所以我們連這條過山車 都這樣 怎麼玩什麼 他最恐怖的是什麼 當局一定會問 為什麼發生這次事故 他的解釋就是 因為他的鋼絲局部斷裂 我聽完之後 這個遊客你真的撿到了 真的撿到了 他又撿了一條命 如果他撿了 如果他撿了很嚴重 真的就這樣撿下來 撿下來 鋼絲局部 大家都知道 你設計到一個遊戲 鋼絲局部 鋼絲局部一定會有 鋼絲局部 安全度 鋼絲局部斷裂 其實你真的回去還神 他沒有斷了 你已經撿到了 如果你斷了 你斷了部分 有什麼辦法 不斷了 斷了也不出奇 他就oh I'm sorry 到時候告訴你 是不是 還有你玩這些 一定要簽生死罪 對 對 分分鐘真的沒得賠 沒得賠 有什麼事 好像你所說 貼錢買爛壽 這些 拿錢買辛苦 還有我發覺國內 有很多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想起一些事情 怕死不夠刺激 打千秋 取緣崖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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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崖 一定是有自己一個救援隊 一有事故立刻要發生 去救援工作 但這些真的 好像給我感覺很山寨式 你覺得這樣 別說國內或者哪裡 其實去到哪裡 我覺得這些 大家都要想想 真的 真的 永沒有百分百安全 就算很文明 或者保養很好 歐味、日本 甚至哪裡都好 你自己想一想 真的想到 他們會想 有什麼必要呢 用不著怕 我切一會 我連一隻豬 掉下去 真的都沒事 當然沒事 但是外國有一點也好 他會有一種數據 計算 譬如這條鋼線 或者是鋼藍 是能夠可以維持多少次 多少力 或者是那個老花 對 那個損耗老化 他可能會覺得 一個很保障 如果這裏用了 假設五十次 你不要管它 新不新正 你都要換一條新 我們會覺得很安靠 但可能在上面來說 就會覺得 不是 沒事 當然繼續用 但是你又不知道 它什麼時候會老化 如果這樣 你開頭設計出來 你當然是整隻牛都可以 我只是想到他 對 我想這個IQ題 有一個人從高柱朵下 沒有死 但是死了一隻雞 為什麼 知道為什麼 劏雞還神 就是劏雞還神 就是劏雞還神 這個IQ題 希望玩什麼都平安 平安重要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著大家 卻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績訂購支持